我们实际上是什么 这两个是拖转进来的 这个是拷贝进来的 是这样的 好 那么如果说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很经常犯的错误啊 如果说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想把这个拷贝过去 是这样的 那么可以怎么样 用矩形选择框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把它框中啊 框中完之后 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复制吧 然后到这里面来粘贴 是不是可以啊 到这里面粘贴啊 好 这个时候就会经常犯一个错误了 那么我Ctrl加C 看没有 会实际上这个问题吧 不能完成拷贝命令 因为所选区域是空的 好 这个时候为什么呢 像这种图啊 那么为什么刚才我这个图 就可以直接拷贝粘贴了 为什么这个图不行呢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图是有图层的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当然图层是不是在logo这一层啊 logo这一层啊 logo这一层就指的什么意思呢 logo这一层是指的啊 我们想要先取消选择啊 选择里面先取消选择啊 logo这一层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那么这个层的话 除了这个logo本身这个东西之外啊 除了这一块东西有色彩信息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空的 明白没有 我们logo这一层的话 它虽然有这么大一个区域啊 是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明白没有 但是的话 这个图层怎么样 它只有这个logo这一块的色彩信息 其他地方都是空的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拷贝东西 是不是拷贝了什么 拷贝空的东西啊 好 那么说我就想拷贝这个东西怎么办 我必须怎么样 到这个图层上面来才能拷 明白没有 这是经常放到错误啊 好 我如果到这个图层上面来呢 我选择这个工具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按空之后就点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可以选择它啊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 它是图层十八 看见没有 我们来测试一下 是不是这个图层 是吧 我会把眼睛点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哦 是这个图层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眼睛是什么 这图层 前面这个眼睛是什么 设置这个图层的 显示或者隐藏的 明白没有 好 这个时候 这个图层什么 是当写图层之后 我才可以用巨型选择方 怎么样 是把它框中啊 框中完之后 然后Ctrl加C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到我的这个里面来 Ctrl加V 是不是粘进来了 粘进来了啊 然后用这个移动选择方式 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啊 移动它 好 这个是经常放的错误啊 大家记得啊 那么如果说你拷贝的不成功的话 大家记得 可能是你的图层选错了 图层错误的话 经常放的错误啊 是经常放的错误 大家记得 如果如果什么 不能完成操作的话 一般是图层选错了 那么你在这个图层 面板里面来看一下 是哪个图层 明白没有 图层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呃 刚才说的 这个是关于这个选择了 是吧 好 那么正在选择 选择的这个东西啊 假如我再选择点东西过来啊 假如我再 拉一个巨型选择方 拉大点东西过来 是吧 好 把这几个羊选中了 是吧 Ctrl加C 啊 我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直接复制啊 因为怎么 因为就一个图层吧 我所有的色彩信息 都在这个图层上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我也可以 随便的拷贝粘贴啊 那么大家碰到 有图层的这种图的话 大家记得 拷贝的时候 不能随便拷贝啊 图层一定要对 明白没有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来什么 Ctrl加C 是不是复制啊 到我这个图像里面来 Ctrl加V 是不是粘贴啊 好 粘贴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个 对图层的一个 比较长的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里面说的啊 刚刚还没说的 就是关于这个 自由变换啊 自由变换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什么 把图像 把这个图层 进行一个什么 放缩吧 好 那么这个自由变换的话 那么它在哪里呢 在这个边基里面 有个什么 自由变换 是吧 那么它的快捷键是什么呢 是Ctrl加T 是吧 好 那么Ctrl加T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有快捷键的话 按Ctrl加T 那么这个图层的旁边 是不是出现这几个 什么框啊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对它进行放缩 看见没有 是不是可以拉动它 是吧 是不是可以拉动它 好 那么的话 鼠标放到这个上面 是可以同时的 宽高同时缩放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同时我鼠标 放到外面去 大家看一下 鼠标是变成一个半圆的形状啊 我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 旋转它吧 是不是这样的 旋转它啊 好 还可以移动它 是吧 旋转是吧 然后放缩啊 放缩啊 好 放缩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技巧啊 还有一个技巧 假如说我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放缩没做好 我可以什么 点这个上面的什么 这个是叉叉 相当于是叉叉 就是说什么取消 取消这个放缩啊 好 取消还是回到原来的 是吧 然后再按Ctrl加T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Ctrl加T啊 那么如果说我想等比例放缩 就是说这个图像保持这个什么图绳的长框比不一样了 相同的话 等比例放缩可以怎么做呢 按住shift的键 怎么样 把鼠标放在这个脚上面 按住shift的键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等比例放缩啊 啊 常框比例会不 会不变啊 常框比例会统一啊 这个是等比例放缩啊 按shift的键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放缩完之后 是吧 那么是不是可以旋转啊 旋转啊 旋转完之后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这个地方看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个旋转中心啊 那么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中心移一下是吧 移到这个脚上面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老子这个旋转啊 是吧 老子这个转啊 这个旋转中心还可以移到什么 移到这里吧 是不是老子这个转啊 好 好 那么这种你如果编辑完之后 觉得行了之后怎么样 在里面双击 或者是打这个对勾啊 打这个上面这个对勾都可以啊 打对勾是吧 那么就行了吧 那么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是不是编辑好了啊 是吧 编辑好了啊 好 这个叫什么 自由变换啊 这个也是经常操作的一个 是吧 经常操作的啊 好 那么的话说到这几个 是吧 说到这几个 好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 还有一个啊 在这个选择之前 还有一个什么呢 历史记录面板 我们也再说一下吧 啊 就是说假设说 我怎么样呢 我刚才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不满意 是吧 我想回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想回去 怎么办呢 那么按 Ctrl加Z 是我们的 通用操作吧 是吧 那么我们的 在这个Photoshop里 Ctrl加Z 怎么样 只能回去一步啊 只能回去一步啊 如果说你想 回去很多步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呢 有一个通用的什么呢 这个面板 叫做什么 历史记录啊 历史记录面板啊 这个历史记录面板 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 这个历史记录 如果这个面板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 在窗口里面怎么 把它打开吧 点历史记录啊 好 把它拖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 历史记录的话 怎么样呢 可以记录20步的 这个操作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 后悔20步 是吧 可以往前面后悔吧 假设我刚才 这个自由变化没做好 我回去吧 回到自由变化 这一步是吧 再回去 是不是回到这一步来了 再往上回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回去啊 好 这是粘贴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可以 后悔是吧 回去啊 这是历史记录啊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了吧 比较好理解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些其他的操作啊 那么的话 刚刚我们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一个什么 这个巨型选择框吧 巨型选择框是什么 是关于这个 它只能选择一个巨型 是不是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属于什么 下面这个选择工具啊 选择工具实际上 也叫做什么呢 抠图工具吧 抠图工具啊 抠图工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图像里面 说我这个选择我不要了 怎么样呢 可以什么 再什么 咳嗦加D啊 这是快捷键啊 点右键什么呢 有一个取消选择吧 是吧 或者是什么呢 选择里面有个取消选择 是吧 那么它的快捷键是什么 Ctrl加D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取消选择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选择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圆形选择工具 叫椭圆选择工具 是吧 椭圆选择工具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 可以拉出一个圆吧 是不是可以拉出一个圆呢 拉出一个圆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在拉圆的同时 按住这个 按住这个shift的键的话 大家看见没有 我是不是拉出一个正圆呢 shift的键啊 还是shift的键 难道我说错了吗 是shift的吧 没错啊 好 按住shift的键怎么样 拉出一个正圆 是不是这样的 拉出一个正圆啊 好 那么如果说底下 拉出正圆的话 按住这个键就行了啊 那么这个不按的话 就是随便拉出一个圆 是不是这样的啊 随便拉出一个圆啊 这同样的怎么样 按Ctrl加C 是吧 然后到我的同样点 来 Ctrl加V 是不是粘进来了 是不是拉出一个圆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拉出一个圆出来了啊 好 这是关于选择这个圆形工具 是不是这样的啊 圆形工具啊 好 那么现在再说一点啊 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什么 拉出来这个圆呢 叫做什么 蚂蚁圆啊 这个叫蚂蚁圆啊 那么一个通通说法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圆上面 是不是好像有小蚂蚁 在爬一样了 是吧 啊 这个叫蚂蚁圆啊 蚂蚁圆啊 好 这是一个名词啊 特殊名词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椭圆选择工具啊 椭圆选择工具 好 那么现在我再说一下啊 再说一下的 就是关于这个 选区的一些操作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选区的话 我再说一下啊 刚刚我们的 巨型选择工具 以及原型选择工具 如果说怎么样呢 我想移动这个选区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现在是不是选好了 我想移动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怎么移动呢 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选择这个工具啊 选择这个工具 然后的话 在这个新选区模式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地方是不是有几种模式啊 四种模式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面这个地方有四种模式啊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第一种模式的话 是新选区模式 新选区模式之后 选择这个选择工具的话 那么怎么样 我可以把鼠楣放在里面 是不是可以拖动它 移动这个选区吧 移动这个选区吧 移动这个选区 这是新选区模式下啊 好 这是第一种选择 是吗 改变这个选区的 移动这个选区的一种方式啊 比如说我把它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啊 新选区模式下 选择这个选 这个选择工具啊 那么这个框选工具 是吧 可以什么 移动这个选区啊 好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啊 选择里面有个什么 变换选区 变换选区什么意思呢 就是怎么样呢 点一下它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选区旁边 是不是有这个框啊 跟我们刚才那个什么 跟我们刚才那个什么 图层的变换差不多吧 但是这个框的话 只针对于什么 我们的这个选框啊 只针对选框 不针对这个图像本身啊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移动它啊 好 我还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还可以缩放它啊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啊 好 假如说我编辑完之后怎么样 同样的在里面双击 或者打对勾 打这个对勾都可以了 好 双击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同样的Ctrl加C 然后Ctrl加V 是不是啊 是不是 这样子做了一个 椭圆的选择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好 这几个注意点啊 好 好 大家还是操作一下啊 好 好 谢谢观看